看見那些血跡在山上 不是 齊口 齊口 剛剛離開 還軟熟 昨天一隻糖狗在大埔被人鋸斷鋸而死 因為斷鋸的傷口整齊 明顯是被人用刀或斧頭斬 加上白雨時 大帽山也一樣有糖狗前腳被鋸斷而死 令人懷疑有連環藥狗狂出沒 近日澳湖動物協會發現 有人非法放置大量捕獸棄 加上九龍區發生多種貓隻被刺死的案件 動物保護的議題再引起港人關注 保護動物有關法例 散修修在不同的條例裏 亦非常落後 橫顧很多先進的城市 都有動物保護法 我希望香港也有先進的動物保護法 大家再找一些專家的朋友 一起去研究香港的動物保護法 應該怎樣做 希望得到大家的意見和大家的支持 動物接連受弱致死 成立動物警察 動物保護法亦顯得有必要 大眾的聲音政府又聽不聽到呢? 唯正 事務員 Zither Harp